好 再来要看到的是锻炼是最强的教练系列报道 来看到的是这两位中华职棒选手的故事 首先是统一出队的补手高志刚 高志刚靠着下半身的训练呢 时常在场上演出精彩的长传阻杀美技 而另外一位呢就是张志佳 张志佳在之前重返了职棒的舞台 他之前也是靠着训练 在八抢三的奥运资格赛投出了佳基 两位头补搭档现在要相约北京奥运 再次同场出展 长传二壘又快又准 精彩的主杀美技 背后的训练不可少 长期都是蹲着 所以下半身的肌力 我觉得站比较重要的部分 可能腿的部分 可能腰的部分 都是可以透过肌力的训练来维持 不只手背功夫了得 高志刚神赖一棒的能力也常让人惊艳 这是高志刚本季第一发红不让 挨轰的不是别人 就是他在国际赛的老大党张志佳 我的舞台就在投手球上 我还会紧张还会怕的话 干脆就不要打球了 就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张志佳这个熟悉的名字 再次回到投手球上 一棒落风 我如果可以碰住手上这个球的话 再强的打球我都不会去怕 靠着训练 阿嘎走出伤痛 但让他找回自信的 还是在八抢三资格赛对韩国那一役 我给自己打95分 不管是心态还是把气上 我觉得都明显的可以压过对手 对我来说也是蛮关键的 因为感觉说我当时家已经快回来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投完以后 让我觉得心情上 还是心态上 我觉得都很明显的进度 在某中华职棒 张志佳展开投手生涯第二春 阿嘎很珍惜 但念念不忘的还是和学弟高志刚 一起在奥运场上奋战 对很多水手来说 可能都是一个梦想的运动 八抢三 大家永不放弃的态度 我相信大家已经会在奥运场上 还是持续看得到的 所以在经历过世界杯牙锦赛 牙点奥运的头补搭档 希望能在北京奥运同场竞技 为国争光 中文学位刘志斌一文 特别报道 感谢收看这个礼拜的运动王 我是安佩颖 下礼拜再会咯 拜拜